在此同时当然很重要的这个拜席会 这个双方要谈呢 今年已经是第四 接下来这个的话就是第四次要这个通话 那当然在谈的过程当中 只要谈到我们台湾蹬一下 大家心就要跳一下 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台湾是核心问题嘛 是一个红线嘛 所以在跟美国谈的很多事情当中 都会把这个红线画得非常非常的稳 但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接下来什么时候要谈 又去问这个拜登 他说很快 然后当然主要是要谈这个关税问题 做出关税决定前 会不会跟习近平讨论 拜习通话的一些进度等等 他说打算跟习近平对话 我们还没有敲定时间 前三次分别是 在去年的2月10号 11月15号 还有今年的3月18号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说 最快是7月要通话 在此同时还有一些讯息值得重视 我们看到美国呢 很多放风声的管道 除了透过媒体 透过匿名的官员之外 还有就是透过一些前官员 透过一些智库等等 都是放风声的管道 当然了这个政策 阴影软软 软软硬硬就是两手策略 这位很重要 这位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他最近讲了一番谈话 什么呢 就是再去踩中国大陆的红线 美国的一中政策已经没有用处了 再讲一遍 一中政策无用论 开始丢这个 一中是什么 一中就是大陆的核心 就是大陆的核心 大陆的底线 一中政策已经无用 那什么意思 相对来讲 就是要两国吗 一边一国吗 承认台湾独立吗 是这样吗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当然没有讲那么清楚 需要重新解释 拜登从上任以来 至少三次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愿意以军事的方式来捍卫 虽然拜登没有说明怎么做 也没有承诺要派兵 但这是非常清楚的 方向也正确的声明 不了解 为什么事后白宫都要澄清 大际根据了解 后来拜登对于白宫的 不断澄清也不太高兴 他觉得他的权威 受到了折损 所以看起来呢 大家就觉得 本来是以为说 年纪大还会讲错话 但看起来又一次 两次三次 讲了三次以后 恐怕就不是讲错话 那他心里的真实的声音 所以呢 这位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从这些里面反推回来 美国的一中政策 无用论 那接下来是要地动山摇了吗 对拜登跟对美国 现在的很多官员来讲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戒心 跟敌意是越来越 而且在持续升高当中 所以他们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 可能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了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 拜登不小心讲错了他的心里话 马上又要被迫要做修正 因为现阶段美国还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 现阶段如果立刻引爆台海冲突 对美国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拜登虽然讲了三次 他会出兵协防台湾 他真的会出兵吗 他如果会出兵协防台湾 他就不需要把台湾武装成为一个刺猬岛 他就不需要把台湾去布建 所谓的叫做不对称的作战的能力 他就不需要叫我们去买一大堆 不对称作战的武器 如果你会来 你还需要台湾不对称作战吗 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会来 他有什么必要这么积极地掏空我们台积电 然后他有什么必要 还凝定了一个方案 说如果台湾沦陷了把台积电要炸掉 把工程师通通都要带走 如果你美国真的要协防台湾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考虑也不会发生 但大秦他这个军事力量来捍卫 可能不见得是出兵对不对 军事力量捍卫就是像乌克兰那样 就是送你武器嘛 这样应该也算嘛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们还不如乌克兰 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捍卫乌克兰是免费的 我们的军事力量捍卫台湾是要花钱的 对啊 这边有没有 我们自己掏钱去买的 等一下乌克兰是提他们的梦幻清单 愿望清单 对 如果真的 我们这不是美国的愿望清单 没错 如果真的照美国官员讲的 台湾现在掌握了全球半导体最大的影响力 那美国应该送武器给我们 全世界民主国家应该要协防我们 大家都应该要像协助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还是只是欧洲粮仓而已 我们台湾是全球半导体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为什么我把它花钱去买呢 我现在突然有个坏主意 你知道一个百念冒出来 我在想刚好最近Google的前CEO讲 他要讲的他是要讲给美国人听 我们美国人不可以再这样依靠台湾了 很危险 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完全依赖台湾 台积电它的市占率高达全球的92% 万一台湾的金元产业等等停摆 或是落入中国大陆手中 美国科技业就毁了毁了毁了 那讲话我们要不要用这个去威胁一下美国 你确了 我刚才讲话 我们为什么不去威胁它呢 乌克兰就是这样 乌克兰怎么是小麦跟一些相关的农产品 台湾今天掌握的是半导体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钱去买美国的武器 如果美国真的要培养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 我们很欢迎 但是武器送我们就好了 你怎么对乌克兰你就怎么对我们 对啊 你不给我我晶片不给你 而且坦白讲你说拜登要跟习近平对话 记者问他说是不是要谈到这个 减免中国大陆进口关税 习近平听到这个话他会感激吗 你减免关税不是为了给我favor 是因为你自己解决不了你美国的通膨 这关键在这里是你拜登被迫要减免的 你说这个减免中国大陆进口关税 代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善意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北京政府会这么想 好 所以韩兵再来补充一下 你怎么看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策是不断的在改变 这个拜登他的三次口误看起来不是口误 然后这位前高官一中政策无用论 这个东西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次丢出 也真的就是在红线上重重踩了一脚 再加上我们台湾对于美国的价值是什么呢 当然啦在军事价值上是有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晶片价值嘛 但是美国最近像Google前CEO 他们不断不断的在反省 我们美国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太依赖台湾了 尤其是在这个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 落到中国大陆首尔我们就死定了 所以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台积电的问题 还有三星的问题等等 这个拜登到南韩也第一个去看三星嘛 感觉上呢就是要怎样分散风险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晶圆产业呢 慢慢的分散到美国啊到南韩啊到哪里啊等等 台湾的价值越来越降低 就只剩下一个纯军事的纯民主联盟的 这时候我们台湾会更安全吗 你怎么看 那个艾斯培我觉得跟安倍晶三一样 你自己也当过国防部长呢 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觉得 你为什么不跟你老板建议呢 直接跟台湾建交 或是宣布放弃一种政策啊 那你为什么都不讲 然后搞了半天你老板把你fire掉的时候 是用twitter把你fire掉啊 对 所以艾斯培我老实讲啊 艾斯培最近为什么讲话这么大声 因为他在打书 你知道吗 因为他出新书 所以他都在打书 所以他当然要制造一点 耸人听闻的观点 对这就很容易变大标题啊 对不对 媒体就来集中他的书就卖很多 至少民进党就捧场了都买几本啊 听懂了吧 但是你看看 我们台美之间的发言 都把这个事情导向是台湾 第一个战狼 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今天跳出来 有没有 中国的军事化威胁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但我们台湾 绝对不会像霸凌者屈服的投降 想都别想 我看到这句话就有点笑起来 想都别想 这个外交部长 真的是过去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语会 然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不具名 说什么 美方端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 还有经济上施压与胁迫台湾 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美国的持久利益 巴巴巴巴巴 讲一大堆 这两个人都把这整个事情 就是导向台湾 这个韩冰 不是 我觉得最好笑 我第一次听说过有发言人是不具名的 不具名当什么发言人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意思是他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 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 这是哪来的 说不定这个 是不是记者掰的 我都怀疑是不是记者 或者他随便问了一个官员 就说他是发言人 不然的话发言人就是要代表国务院发言 你都既然是发言人了 当然要具名 不具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如果不具名的话 讲的是应该是一些 要不然就是自己 美国官方没有认证的 要不然就是一些小道消息 想要测试风向等等 所以表示说我们该怎么样看待他这句话 这不是美国的官方立场 我觉得是有人希望美国有这样的官方立场 第一时间 对 因为美国很简单 美国如果真的很关心这件事情 他们大可以就国务院直接发言要求中国道路 美国以前不是没发过这种语言 他就直接发这个语言就好了 为什么需要不具名呢 到底是危险到什么地步 难道老公会暗杀他吗 也不会 所以这个时候我看来比较像是 假设真的有记者写的话 这个记者是不是在跟那个人聊天吃汉堡的时候 听他随便讲两句 然后就直接把他写出来 不然我想不出来一个不具名的发言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至于吴钊燮呢我就觉得他很好笑 你这么想抢邱国正的工作 这个再来讲他邱国正出来回应嘛 怎么会是你出来回应呢 而且每一次 大家请注意哦 每一次只要有两岸之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吴钊燮都抢先第一个回应 这到底是怎样 你是想要去当陆委会主委 还是想要当国防部长 你自己挑一个嘛 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你最不想做的就是外交部长 因为外交部长做最烂 你是用自己来最烂的外交部长 然后每一次讲的又很空洞 你只会在那边讲这些想都别想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好什么讲这些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意义呢 对啊然后呢 对啊然后人家继续飞 然后你就继续讲 那有什么差别呢 重点是要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态势嘛 你政府要告诉我这件事嘛 所以吴钊燮真的出来讲话 我觉得他讲话都是垃圾话 完全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好我刚刚说看待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只看待单一个 要看待整个这个大环境 还有些其他的新闻事件 在这次29架次 就是今年第三多的共机 飞过来的同时 这个Montre Talk刚刚结束 然后另外的6月 另外你看到6月29号 即将第28届的环太平洋军演 介大使你看当然这次 在夏威夷宙跟南加州的海域 进行26国参与 中国大陆当然跟大陆关系不好 没有被邀请嘛 我们台湾当然 因为大家懂的一些原因 也没有被邀请 都没有收到 所以这几个事情加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这个时机 其实应该是有意义的 其实我是觉得最近日本 有一个媒体他在报告 报导他说 其实美国的对台政策 正在往退缩的方向发展 这退缩方向也就是说 他不会像过去拜登一上台以后 那么强势 国务院这个措辞强烈 对不对 然后这个国会这些要提案 要相关台湾的这个提案 一个一个推出来 第三个就是说美国对台的军售 不断不断的这个量跟值上 不断的提高 他认为过去一段的迹象显示 美国现在在对台湾政策 可能不会像拜登刚上台 那样子的积极 让这个吴钊燮三不五十就跑出来 或者他的发言人就出来说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经得起考验 将来可能让他有这些机会出来 讲话机会会比较少 为什么 主要还是恶务战争 然后美国本身的经济状况很糟糕 所以他现在 中国大陆现在说起来 不管在军力上 或者经济上 处境状况都比美国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尤其几次的这个接触 这个尤其这前一阵子杨洁篪 跟这个苏利文 在欧洲的卢森堡 这个谈了四个半小时的时候 美国出来形容这次谈判很有趣 以前他这个形容这个谈判 他官方就说 这是一个很坦诚 很激烈 没有成果的一次会谈 上一次在这个瑞士谈的时候 最后出来人家记者说 这次谈判怎么样 美方就说很激烈 不是很坦诚 可是很激烈 但是没有成果 然后这一次他怎么说呢 这一次在卢森堡他说 很坦诚 然后有成果 那么外面就在猜什么成果 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这么糟糕 有什么好成果来说的呢 我想他们之间一定有 大陆跟美国之间 一定有一些地方 双方最关切的视线 都从对方得到了某一些的承诺 或者是一种让步都有可能 所以日本的媒体非常非常敏感 他就说美国对台政策在改变 而且是往后面退却 所以会不会这样 武昭燮最近什么事情都要想把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 人家飞机飞到西南空域 最后跑到巴士海峡在那边活动一下 也要这样子说想都别想 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点点很怕被冷落的感觉 可是说实话 两岸关系如果说 没有中国大陆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强烈的这种冲撞的话 那对台湾不是一个好事吗 对不对 也就是两岸关系是一个越来越稳定的关系 台海之间爆发冲突可能性 那么比较往下降 不是对台湾很好吗 对我们很需要吗 那吴钊燮这种讲法的话 事实上只会让两岸关系更坏 不会更好呢 难道他真正是希望两岸关系更坏吗 我觉得他应该给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答案 而且他的很多发言 不是外交部长该讲的 好 所以这题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题 因为通常呢 大家对于这个国际关系 还有国际新闻事件 如果说没有这个一个通盘的一个概念的话 你就会直接看到这个角度 直接看到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 觉得这就是冲冲台湾来的 要不然呢 尤其是这个29架次听起来是蛮惊人的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加冬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嬴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